先去打給他,他竟然也拿到塑造 至於說將來要接水接電的問題 他可以另外一種方式 再掌控是怎麼樣 你說沒有拿到塑造 完工什麼都具備 想到半年多吧,不計吧 幾年拿不到塑造 塑造館現在還沒有完成 我說希望李秘書長你協調能力非常的好 你要希望你占過杜瓦署的租基課 你都非常了解這個問題 希望你在杜瓦署還有公務署 這兩個占會你要儘快協調好 尤其像建築法第32條一樣 好像這個案現在還沒有解決 公務署說必須取得這個 這個土地所有前輪的同意 這個我知道這個案件還卡 還沒有解決 本會同時邀請 在好像七年年底 就要把這個案報上來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我看我們研考處是在做什麼 很多問題都 你們都沒有這個拱範啊 拱範啊 你們沒有管控啊 很多單位都 半個一兩人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到底你們在做什麼啊 我希望我們秘書長 能夠針對本期剛才講的這個 書大管線 建築法第32條的問題 要盡快來解決 另外我最後再請教 我們這個公務次 這個有關於中山橋 高砂橋 從校數日上去 這個叫做中山橋 從那個遠東西岸上來 這個叫高砂橋 這個能夠橋啊 有一定定案來 要拆除 要拆除 到底啊 當然這個是配偶渡坑 火車站的問題啊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拆除 是不是可以說 先來做這個動作 請張處長 你收聽一下 謝謝張議員 那個中山橋要拆除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整個交通動線 我們的規劃是說 等到中一路 整個中一路貫通之後 中一路可以接中山一路的時候 後面才去拆 然後目前規劃的期程 就是中一路的貫通 要到107年的6月 然後整個後面要去拆 中山橋的部分 要到107年的9月以後 才有辦法去拆 好 這樣 謝謝我們處長說明 希望107年的9月 能夠主席 主席來主席 那我再接下去 我要請教我們這個交集室 上次我們在 本會也有討論過 有關於這個 一戶一戳的問題 這個一戶一戳的問題 這個A戶 應該屬於獨發處才對 這個天空空間的問題 是獨發處在管的嘛 我希望我們市長研究看看 在市國標開會研究看看 這個A戶應該是獨發處管的 那我請教你們 目前規定 不要請坐請坐 目前規定 你們規定一戳一戳 一戳 本期沒有反對 大的社區 甚至一戳兩戳都可以 現在一個家庭都有好幾戳兩戳 那一戳一戳啊 這個法定啊 上次開會 公文就沒有法員 那本期也拿這個 營建署的公文 給我給本期揮函的公文給你看 這個就是說 要我們基隆室自己來做決定 那本期問過 雙北的這個 A戶單位 他們都說 是這個做住住條例來決定的 那一戳一戳 你必須要有配套啊 你沒有配套 好比說我 我舉一個例 你有一個土地 三、四十瓶的土地 有五戳兄弟 他們自己要住建來居住 你要叫他一戳一戳 你要怎麼來做呢 那還有更假面積的 你要怎麼來做這個 做這個一戳一戳的規定呢 那我本期也見你說 你希望把這個案 送到議會來做這個住住條例 來大家來討論 集書廣義 能夠讓你這個一戳一戳 這個停車空間的法員能夠直過 你上次講的 你公文就沒有法員嘛 本期都問過嘛 那你要硬拗說 有法員 這是從這個 這個全住空間的法員 這個 來做這個法 這個規定的 所以說這個 我請李宿長 你說明一下 那個跟議長 那一座跟您報告 就是剛才在電梯口也碰到一座 一座有說有問雙北市那邊 他們回覆 那所以這跟我之前的認識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市也是主管這個業務 那我請科長剛才馬上有再去確認一下 那新北市的那個中規科的承辦鼓掌 他確認就是 他們沒有自治條例 那也是在之前的是在 他們的都市設計審議還有土管的規定 去包 就是容納這個規定 那台北市中規科的那個黃科長 他確定也是沒有自治條例 那他是在台北市的都市設計審議 以及土獨立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裡面規定 所以這部分就是我之前在7月6號 那專案會議報告跟立座報告是沒有出入了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的規定 希望這個審議規定的話還是依照這樣 那我們目前為止 那獨發處那邊就了解 已經開過好幾次工作會議 那我們也會依照原來那個市議會的那個決議 就是說我們會把相關的規範來配套措施 那送入市議會審議後 以後送入議會備查 本期運作跟你的運作都不一樣 雙北的業務單位啊 我都問過啦 他們說這個 這個業務 都經過輸出條例的 為什麼都沒有 我在哪一些資料給你看 那今天就不討論說 說資證有沒有 那希望你啊 有關這個 一路一車這個 這個規定啊 你們討論以後啊 送混合來討論 不要說你們這樣討論下去 剛才本期講的啦 對這個弱速團體啊 非常不利的 另外我在請求 建立我們理事長喔 這個我們衛生局前面喔 衛生局前面有去過那個停桌空間 這個停桌空間喔 妨礙這個機車一些車輛的通行喔 本期建議喔 應該就這個 七個停桌空間喔 應該能夠把它取消掉 衛生局前面 有七個停桌空間 這個你等一下才一邊回答喔 現在我在上一次 那一陣子出行的時候 請問你說 六澳快速道路 經過中正心意區這一段 都沒有做這個 國營牆 那補齊反應 到底你是不是反應到 現在什麼反應到 也沒有反應 進度什麼樣 好 請那個 李處長你收給我一下 跟一桌報告喔 這兩個問題喔 第一個是這個衛生局前面的喔 他那邊 那個停車位的使用 使用的需求非常非常大喔 但是 一桌您 講這個問題喔 那我們 我們會後喔 我們會邀請相關的單位來會看 是不是 要改把它取消掉 還是要改成機車位喔 那這部分我們在 或是部分的改成機車位喔 那這部分我們來 來辦個會看 那另外台六二的這個 中正信義的葛英強這部分 我之前是有問過他們的那個 那個斷長啦 他們是說有部分的話 是已經在 有居民的部分 他們已經裝了喔 那如果後續有需求的話 那他們可以再來檢討 那這個如果後續 有哪個社區 有提出需求的話 那我們可以 對他反應都沒問題 謝謝理事長說明喔 這個 衛生局的前面七國車位 不是需求非常大 衛生局本身後面都有停車場啊 你說我們城市長 城市長 城市長是不是後面 後面都有停車場 這個七個錯誤 並不是說 留給衛生局的同仁來使用的啊 後面都有停車場 衛生局後面有很大的停車場啊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 研究辦會看看喔 還有跟我們衛生局研究看看 另外就是說 你說六二這個國營牆啊 現在都還沒有動 還沒有動 老百姓一直在給我反應 說為什麼都沒有進度啊 我說沒有那麼快啊 上個會期才講 真正要售地發包也沒有那麼快 我希望理事長 有關於這個 這個國營牆問題 你繼續要請我們這個 有關單位 來做一個處理 老百姓一直在反應 那衛生局這個車位啊 這個 希望研究研究看看 是不是能夠取消掉 讓這個用路人能夠方便 機車能夠方便這樣子 謝謝 接下來我要請問我們這個 林鄭柱 林鄭柱這個問題 本來講過好幾次 可能講了兩次了 就是說 冰儀館 他們這個停車是管得不錯啦 但是這個李醫師啊 還是差不多一樣 沒有照本席唱書講這樣子 有關於王爪 想 蘭甭比較年輕一點啦 不要叫這個工具單位來做什麼 上香啊 三級工 一級工就好 或是獻花一次就好啦 要跟這些 跟這些李醫師講嘛 書語講嘛 差不多幾 三十歲 就不要什麼 三級工 還有上香啊 像那個 我們一位 一位最年輕的 這個 林鄭柱先生啊 八十七歲啊 李蔡世英的律師啊 他還是要 對這個王爪 二十幾歲 三級工啊 這樣不好 非常不好啊 那當然啊 超過六十以上啊 我們不管對三級工 或是上香啊 那我也建議說 倫瑞 基隆市倫瑞 目前啊 我具有了解 有四十幾個吧 四十幾個 希望有倫瑞的話 我希望我們市長啊 希望您親自到場給他工具 對這個長者倫瑞表示尊重 有這個人類往生的話 另外啊 這個 我也講過 有幾個 李醫師啊 替這個家屬啊 移除雜碎啊 弱弱等廢話 廢話裡面 講了二十幾分鐘 這兩個 你大概知道 一個矮矮戴眼鏡的 我常常講的話 我在前面給他 說快一點 讓家屬等得不耐煩 讓這個工具單位 一些來賓 貴賓等得不耐煩 他特別喜歡講話 有兩個 還是沒有改善 另外啊 工具單位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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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拜的順序啊 當然啊 大佬中央的 市長 議長 這個一定要先檢查拜 是沒有錯 另外爾法社議員的部分啊 應該要看 先到的先拜 後到的後拜 不要說議員馬上到 就請他進來 人家坐在那邊的議員 等了半個小時的 沒有叫到 他還敢下一個行程 常常破到這種情形啊 還是沒有改善 兵葬所還是沒有改善 你 我們這個主管單位 應該通告兵葬所 不是 這個上一社 議員單位 應該要注意這個問題啊 但目前還沒有 沒有改善 尤其那兩個最愛講話的 一講二十幾分鐘了 所以說我建議我們 黃市長啊 就應該要來這個改善 有輪熱的話 我們市長 能夠親自 就是 敵人表示尊重 不要看到這個虎文啊 他家屬一大堆 只是滿堂啊 這個不去不行啊 不能這樣分別啊 有這個輪略的 我們 你是基隆的大家長 基隆的首長 在旁 除了出口 你要親自道 不要派代表 這是一個尊重 這是我給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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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處 一個 一個 這個 建議啊 應該我要請問 社會處 這個 兩個問題嘛 一個是 最近 我們同仁也問到 為什麼 今年不辦這個 極體結婚 極體結婚 今年還沒有辦到 極體結婚 那個 極體結婚 那個都辦了 極體結婚沒有辦 另外就是說 我們金融市的 一百多歲的人類 從極進老 進老金到底發多少 本期間也好幾次啊 比照外縣市 比照外縣市的這個 常常新北市 以前是一年 現在多少 不知道 我們現在好像是六千 那另外九十歲 也不要說比照 六十五歲以上一千塊 他還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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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這個王處長 你這個兩個問題 這個不辦 這個 這個極體結婚的問題 還有這個 人類 離婚的問題 請我們王處長 說明一下 謝謝張議員的垂巡 那有關 集團結婚 這邊是民生處理業務 那敬老不能指示 社會處 大家請我處長 那我就 昨天當然有 有議員在反應 就是說集團結婚的部分 那我昨天有說明 就是因為 過去因為集團結婚 每年的對數 確實都不如 我們預期的人數 那加上 因為從現在就是 疑似婚改成登記婚之後 那所有 所有邀請新人的 報名的意願 並不是那麼高 那加上每年的經費 其實都有限 所以大概每一位新人 他都會因為 看我們活動的內容 以及我們提供的一些禮品 他來參加 那所以說我們去年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只有16隊 那時候也是不斷的邀請各個新人 他們勉強才抽到很多 那加上我們基隆多餘 那加上我們辦的場地 希望都是在室外 那但是大概新人都覺得 在室內比較多 所以我們綜合很多考量之後 就要今年停辦 不過我昨天也有跟 其他議員報告說 我們明年開始會來舉辦 未婚聯誼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透過 未婚聯誼活動 當然我們也希望 增加我們基隆的一些結婚率 甚至提到生育率 所以這個是配合整個人 口政策來推動 那未來我們會再檢討 如果說換一種形式 那我們讓我們集團結婚 讓更有意義 或活動上更活潑 讓新人有意願的參加 那我們也不排除 可以恢復來舉辦 更張議員報告 非常謝謝張議員 對這個老人福利的關心 那現在我們這個 目前我們這個 重陽敬老 然後像這個敬老三節 我們現在的慰問金的補貼 是這個敬老三節 是每個人每節三千 那如果從這個 我現在看這個數字這樣下來 我們一年大概花的這個 三節的金額大概是 差不多七千多萬到八千多萬左右 那以我們現在的這個 我們的高齡化這樣的一個速度 我算過 差不多一年大概會增加 大概兩千五到三千人左右 所以這樣的一個資助市場 是會越來越增加 那也跟張議員報告 就是我想大概是這個 津貼大概是一個支持 那同時也是一個心意 那同時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於 後端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照顧跟服務上面 那所以說在整個一個 財務狀況許可的情況之下 如果可以負擔的話 我們希望說這兩個東西 都能夠兼顧 現金的跟退現金的服務 我們希望都能夠兼顧 以上說明 這個感慨本期搞錯 這個集體捷運 應該是民進宿的衛生 那我首先也要請問 王處長 你不辦 集體捷運不表示說市民不參加 我們基隆市每年都有在辦 我們市政府市 我也辦好幾次 不要說幾對十幾對十幾對 你五對三對也要辦 我查起來 每個縣市政府都有辦 每個縣市政府都有辦 唯獨我們基隆市不辦 你不要說像林市長說 不延續前朝的政策 那前朝的政策好不好 你要怎麼講 不能說預算的問題也不辦 地點的問題也不辦 基隆市有很多地點都可以辦 等於說沒有很多隊的話 人數不多在裏場 我們市的裏場辦二十對 三十對都足夠 我希望王處長 你要繼續來戲辦這個 我們基隆市民的這個集體結論 另外這個我們社會主 有關你這個 九九重陽的淨雨金 太少了 你不能說我們老年化成長太快 每年的七千多萬 你要問一看 其他夠縣市對淨雨的九九重陽金 你剛才是說三千嗎 外縣市最少都一萬以上 一連是一兩黃金 現在在改 金北你查看看 你網路查看看 最少有一萬塊以上 所以說也有淨雨來跟著講 目前基隆市 據我了解有四十幾對 四十幾位 這個淨雨 不簡單的 吃到一百歲 很不簡單的 以前說人生七十古來西 現在一百都不稀奇 但是你還要尊重 不能說多少歲 現在老年化我就不發 不能這樣子 不能這樣子 那九十歲的也要加碼 你不能比照 比照六十五歲以上 就是一千嘛 七十幾 這個不能這樣 應該加碼就要加碼 要吃到九十 要吃到一百 是很不簡單 不簡單的 所以說我建議 我們社會主 要查看看 夠限制 到底多少 不能說這個 這個 預算問題 就對這個 我們這個 長輩 不尊重 這個 我們社會主長 你要多多來研究 因為剩下 只有兩分鐘 本期還有六個案 六個鍵沒有問到 那首先我要 跟我們 肯定我們檢查警 本期在 十天前 這個手機 在被造用 結果像我們東光蛇 報案以後 東光蛇的同盟 非常的用心幫忙 還有我們這個 刑大科技隊 陳隊長 張金賢 也非常的幫忙 這個 應該對他們 要加講一下 這個 這個 有事的問題啊 我們警察局主動 主動出手來幫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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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我們王警長 特別 特別 給他們講一下 那契言 契言本人 於是一輛汽車 也是由我們東光蛇的 賴所長 現在調到八竹蛇 這個也非常的有用 我們新到的王警長 要給我們這個 警戒的同仁 給他加油 加強一下 另外 我簡單的測一下 就好 這個產發處 我這裡面 陳情一大堆 目前 台東 花蓮 都還沒有 這個要求提波 提波6%的這個 三波利回歸金 基隆市 透視的地理環境 因地要治癒 水上加霜 給人家說 你可能啊 你還要再 這個 硬要依法什麼 依什麼法 來這個 增車 6%這個 這個回歸金 我在提案 提案單 有檢戶很多的這個 這個附件 到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要請 因為 基隆市 97% 三波利 市長主是你 你主 主調整多少 一% 當然啦 有幫助 幫助不大 基隆市 以前啊 就是97% 97%以上的三波利 艾桑王也三波利 在這的各位 各位長官 艾桑王是不是三波利 那田雅火兩岸 就 大家也都不用講 既然高到7%是三波利 那到現在 你還是 就是職責要把這個 6%的這個回歸金 一樣要遵守 希望你 也就看看 好 這個本席 謝謝議長 謝謝 各位市長 我們民事長 各位長官 今天由本席 來執行 照這裡為止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 張漢土張議員 用心的市政總執行 時間到 我們休息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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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restrictions 蔡總統的幾個重大的政策 跟市長做個討論 第一個 我們都知道 蔡總統是 親美國親日本的一個政策 那這個路線 我想這次美國總統 川普當選 引發全世界的關注跟不安 因為他是一個生意人 而且一個素人 他未來在美國的外交政策 經濟政策上 會採取什麼樣的做法 大家都在期待 也都在擔心 那台灣當然也要做準備 我們的親美連日的政策 會不會受到影響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市長 我想這個南向政策 還要加入TPP 是我們蔡總統的 主要的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 那麼面對美國川普總統的當選 他很明顯的反對所謂的TPP 而且他將來啊 國際貿易上啊 應該會反自由化 而且啊 會帶起全球的保護主義 那面對這樣的轉變 我想請教林市長 你對蔡總統的南向 還有加入TPP啊 這兩個政策啊 你有什麼看法跟建議 好 謝謝藍議員的一個指教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課題 這個藍議員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想這個關心 這個這樣的議題其實我想過去可能都是在這個國會 在立法院裡面討論 所以我想這個也顯示 我們藍議員的一個這個問政的一個水準 那我想第一個 南向的一個政策 我想國家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方正 是必須要均衡 必須要均衡 那我想南向也不是說整個全台灣 就是說整個國家全部統統 統統只有南向這樣子一個方向 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至於南向這個有沒有必要 我想在過去 我印象應該是李前總統的一個時代 也曾經提過南向的一個政策 那現在南向的話 應該是比當初可能還成熟一點 因為整個東南亞的一個 包括它的人口 還有包括它整個基礎設施 在這十幾年來也逐步的一個提升 這個這些國家 Adrien的這個國家的一個人民的交易的水準也慢慢的提升 那其實據我所知 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其實很多台商就已經開始 到了所謂的越南 是最大的一個投資國 然後另外就是印尼 然後馬來西亞等等 那現在比較 大家比較熱烈在討論下一步的 是這個所謂的印度 那這個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因為其實在十年前 在十幾年前其實大家也都在討論 那有的甚至就已經企業就先行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這個也是因應這樣子 局勢的一個變化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TPP又是一個更複雜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不只是經濟的問題 它其實還牽扯到 這個所謂區域政治的一個課題 其實它是正跟經的這個計劃 整體的計劃是在一起 那當然之前歐巴馬總統 全力在推動所謂的TPP 那這個現在美國的一個 新任的一個總統 這個產生 那他還沒有上任 但是我們還不是非常清楚 就是說他在上任之前 因為選舉的時候 他可能這個也發表了很多的一個言論 不過就這幾天來看 我們也的確看到他在做某種程度的一個均衡 跟這個他個人的一個風格的一個調整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要持續的一個關注觀察 那當然藍議員剛剛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這個能夠提前的 來做相關的一個因應的一個動作 那像今天的報紙其實也有看到 這個甚至包括日本台跳出來的時候 所謂他來接續去推動這個TPP 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想整個的國際局勢正在變化 整個國際局勢正在變化 那應該 我們應該是緊密地去 follow 觀察這些政策的一個方向 那更重要其實 我再提一點 更重要就是說 當局勢在變動的時候 Keyman就很重要 關鍵的這個政策的決策 就很重要 我想這是就是說中央政府應該這個密切地去跟關鍵人物 做相關的一個政策的方向跟這個意見的一個取得 我想會對我們後續的政策的人一定能推動 謝謝 那麽台灣在這三個大國之間的 夾在這三個國家之間 我們要用智慧去跟他互動 那麽絕對不能蠻幹 那這方面啊 那 爲什麽南向跟TPP啊 我有點懷疑 有點 甚至我認為啊 這位是一個失敗的 因爲爲什麽要推南向 主要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蔡總統 他反中 他放棄了 中國大陸整個市場 他要推南向 當然對台灣來講 東西南北向都可以發展 那麼過去的八年的確啊 我們 在中國市場互動的比較多 可是啊 數據可以證明一切 這是對的啊 過去的八年 全世界發生了很多的 美國的軍融風暴 歐洲的軍融風暴 美歐啊 都用量化寬鬆 來稱經濟 只有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體 靠他們的內需 靠他們政治力的支撐 所以說反而啊 還能夠維持GDP啊 百分之七跟八的一個成長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GDP是正成長的啊 現在都在拚什麼 保一跟保二啊 那麼中國大陸14億的人口 他的寶八 不得了 他的寶八幾乎是 一般國家的經濟成長率 再加個百分之五也不為過啊 有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要放棄對台灣是正確的嘛 這個這個中國大陸所推的RECP 那現在麻煩來啦 以蔡總統的政策 RECP大概 我們不願去參加 因為有中國在主導 對不對 說到白了 你要參加人也不讓你參加 但是RECP啊 他整個經濟體的規模 是比TPP還大 大家都知道嘛 RECP 他的占全球GDP 將近五成 那麼TPP啊 占全球的經濟的GDP啊 大概三成多嘛 這一大一小 如何驅捨 這就是靠我們的總統的地位啊 那我擔心啊 你放棄中國這個市場 你要推南向 你想要藉由美國的TPP啊 來達到你南向的一個成功 可是 我看到美國川普的選舉政見啊 我很擔心啊 萬一推不成怎麼辦 未來台灣四年的經濟怎麼辦 這個是我擔心的 也是啊 這個這個 我要建議市長是不是啊 跟我們蔡總統溝通一下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啊 中國的三大政策 一帶一路 雅頭行 RECP 對中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遠大的一個目標 一帶一路啊 是透過高鐵 可以串連歐洲亞洲 一路啊 是透過海運啊 幾乎可以橫掛印度洋到非洲 這個也是美國害怕 中國崛起的原因嘛 難道我們要意識形態的 來放棄這個市場嘛 如果我們不 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台灣人賺不到 中國開發的錢 如果我們不能進入亞投行 未來我們會變成亞西亞的孤兒啊 對不對 另外 RECP你不進去 現在TPP美國也不完啦 那我們的國家的重大南向跟TPP的政策 該怎麼辦 我擔心的是台灣未來四年的經濟剛何去何從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喔 市長 你比較年輕 未來在民進黨啊 的政治圈啊 你前途不可限量 我希望你能夠啊 這個這個跟中央建議一下 最近很流行什麼 法夾彎嘛 法夾彎有什麼關係 政策不對了 就轉彎啊 往好的方向往對的方向去發展 是正確的啊 對不對 這是我 要簽罪總統的這個外銷政策 提出我的看法 另外發展經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能源嘛 能源政策 很重要吧 那我們現在很明顯的要推什麼 非核 市長我想請教你 那個 非核以後台灣真的不會缺電嗎 電價不會漲嗎 還有 非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碳稅的問題 全世界都在控制二氧化彈的排放 我們台灣啊 在全球139個國家評比裡面 我們的碳排放是全世界排名第12 這個問題啊 如果你不去改善 將來你會被做貿易懲罰 就是增加碳稅 也就是說 未來台灣的外銷啊 成本會增加 因為二氧化碳的量沒有達到國際的標準 這個也跟經濟發展有關啊 所以人源政策你要推非核我就很擔心啊 到底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達到 蔡總統說的 非核以後十年 電價不漲 那你如何 非核以後你又能夠達到 減碳的一個目標 這個是我很懷疑的 那我想請教林市長 你對於這個核能政策方面啊 能夠有沒有什麼你的看法 好謝謝韓議員的指教 我想我簡單這個回應一下 剛剛藍議員所提到的 這個所謂經濟的這個問題 我想第一個 我想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經濟的一個戰略 那美國如此 日本如此 中國大陸也如此 那所以當然這個中國提出來 它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戰略 如同剛剛藍議員所說的 不過我想不會有人要放棄中國市場 我想蔡英文總統也沒有去講說 或者民進黨的這個中央政府 也沒有要去講說要放棄所謂的中國市場 我想這個大概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全球經濟當然在變化 那中國的經濟也在變化 它的值跟量都在變化 從過去每年經濟成長大概十幾二十個百分點 到現在其實逐步的下降 最新的一個數字大概是百分之六點七 這個已經差不多已經到了所謂的 中國要維持它整個社會安定 跟它整個經濟的一個穩定性的下緣 那這個伴隨著來就是說 整個中國經濟的所謂的產業跟經濟結構的一個轉型 所以最近大家應該也可以多少看到 這個中國政府推出來的許多的一個政策 跟這個都有相關 我想這是第二點 那另外是我們不管是過去對美國還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 所謂的依賴的理論 過去對美國我們曾經這個經濟的依賴度高達百分之四十幾 所以日本的時候其實也是一樣 那現在我們台灣跟中國的一個經貿的一個關係 其實已經超過這個數字 所以為了其實整個經濟的一個穩定 我想各種方略其實都應該要去努力 所以剛剛藍議員提到這個 另外是其實大家有在講到所謂的這一次 包括歐洲還有包括這次美國選舉的一個結果 其實有一個方向就是大家來討論來思考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經濟的成長率 經濟的成長率跟所謂的人民的幸福 這個在過去工業時代它是正相關的 可是從19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時候開始 你會發現經濟的成長率跟所謂的就業率不正相關 就是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可是這個所得居然是下降 人民的平均所得居然是下降 包括所謂的就業並沒有隨著上去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象 所以剛剛藍名議員有特別點到這個是非常不簡單 那我也在這邊做一個補充 另外過去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關係 其實是處在著所謂的分工 也就是說台灣接單 中國生產 然後出口 這是一種模式 可是現在這個模式其實受到很嚴峻的一個挑戰 現在其實台商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生產的環境 包括整個工資提升之後 過去比較好的所謂的分工的一個環境 在現在其實面臨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這個也是我們未來要因應的 這大概是剛剛藍議員特別提到的經濟的部分 那能源政策的部分 經濟的基礎當然是能源 那非核家園或者說非核化的這個政策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課題 我印象在之前 應該是在總統大選之前 不分藍綠 國民黨或者民進黨的這個參選 或者說這個政策上的一個主張 大家一致都是朝向所謂的非核家園來努力 那當然蔡英文總統有定了一個非核家園的一個時間表 跟一個目標 那我想這個就執政黨來講 他們會去做一個努力 那我想不過對於能源的一個維持跟穩定 我想這個是整個施政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課題跟前提 那據我所知現在台電其實也非常努力 在做整個能源結構的一個調整 不過細節我不清楚 那另外這個剛剛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不是缺電所謂限電的這個課題 抱歉因為我不是經濟部長 我想這個課題我也不方便由我來回答 市長我只是要請問你 你贊成台灣走向非核家園這個政策 市長也不會漲價 電會不會漲 電會不會漲 我不曉得 這個是我想這個由經濟部長去回答 不過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非核家園其實在上一次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變成是不分朝野藍綠政黨 大家的一個共識跟努力的一個方向 謝謝 如果能夠達到非核家園 然後台灣的能源 能夠正常的運作 不會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不會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 我當然贊成 那我現在就要擔心的是什麼 其實在這個課題上 我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 那我也是屬於一個大量閱讀的人 那在這個議題上 為什麼 市長說的 為什麼 馬總統 最後要被迫 放棄核四 那是因為林義雄要絕食 這又變成什麼 本能人員政策的問題 變成人權問題 是在這樣的壓力之下 放棄核四政策的 那過去 陳水扁總統啊 就澄清廢核四啊 不到一年又恢復核四啊 大家還記得吧 那現在呢 馬總統執政之後啊 繼續要完成核四 結果啊 52年之前啊 民進黨又開始推啊 廢核四 這一來一往啊 浪費了我們台灣非常多的資源 那 包括了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 潮汐發電 氣電工生 節能住宅 電動車 生子燃料 還有所謂的 炭灰 用二氧化碳風塵在土壤 也是一種方法 這些都是現在最先進的 乾淨能源的政策 他的結論 就是還是核能最穩定 核能最乾淨 核能最便宜 那麼全世界啊 所以比較有政策性去推動的 大概就是太陽能跟風力發電 但是現在沒有一個國家 能夠百分之百啊 用太陽能發電或風力發電 來取代火力發電 跟核能發電 以德國為例 德國為例 立國 第一個 是全世界唯一啊 要推動非核的 可是他們 兩個現象 不能 一定讓台灣的老百姓知道 立國的電機是全世界最貴的 而且他們的綠電 確定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穩定的供應 可是他們還有一個策略啊 確定的時候跟法國買電啊 缺電的時候 馬上去把核電 法國的核電廠買電啊 所以我認為啊 我們要台灣要走向非核 這個是很危險的 當你缺電的時候啊 產業就留不住啊 台積電已經 告訴我們政府啦 台灣未來啊 會缺水 缺電 缺人啊 這個可能造成啊 產業外移啊 尤其是高科技產業 這個 政策 我覺得 我們的總統要三思啊 喔 我想 市長 市長你是屬於民進黨裡面比較年輕啦 他不會說我也覺得你所持很好 我也希望藉由這一次的 質詢喔 希望你能夠向中央反應 不要 硬撐硬硬 看一個國家 跟一個政黨是不一樣 執政跟責任是不一樣的 你剛才說啊 大家都在擔心川普就任之後啊 美國 外交政策 經濟政策 會大亂 但是美國這個國家一亂 全世界都跟著亂 但是我同意你講的啊 為什麼 他選舉期間啊 都是意識形態的發言 他選上了啊 以美國的民主制度 參眾議院 歷年來的制度 不可能讓川普啊 在外交政策在經濟上亂搞 這個我同意啊 所以很多人在擔心 我看到跟你一樣 我不用擔心 他調啊 他很多東西要去修正 選舉期間啊 很多政見 很多法見 都是為了選舉當選 所作所的 這跟我們台灣現在的現象 跟你們民進黨是一模一樣的啊 所以 我相信 川普的很多發言 選舉時候的 想要做的東西 會因為他當總統而髮夾彎改變 因為 國家安全第一 國家利益第一 國家人民的幸福第一 對不對 所以 講到這裡 剛剛講的 我希望 南向 加入TPP 繼續推 但是不要放棄啊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不要反中啊 你反中 你叫台灣人民怎麼進入這個市場 重點是這樣啊 你說得很好啊 沒有人要放棄中國市場 走不進去中國啊 你就走不進去世界 當一帶一路啊 完成之後 中國啊 不但是世界最大的市場 而且是 影響世界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所以我們台灣 一定要看進這個方向 那再來 TPP要參加 RCEP你也要參加啊 對不對 南向啊 東南亞國學這些國家 通通加入RCEP 通通加入RCEP 你台灣 如果沒有加力 我們的南向政策 怎麼會成功 東南亞國學這些國家就好了 將來 大家都跟中國 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你台灣 如果 跟中國的關係搞砸了 你認為這些東南亞國學 不會因為政治因素 而不跟你台灣往來嗎 所以 我在這裡要建議市場 好好的跟蔡總統建議 站在國家長年的發展 不對的政策就要去修正 包括我們的核能政策 那我在這邊要提醒 既然 蔡總統執政期間 要推核核家園 其中央也出來 那未來我們就要擔心啊 火力發電 又要怎麼樣 增加啦 那這個又有二氧化碳的問題啊 碳稅的問題啊 就也跟我們 我們台灣的發展經濟外銷有關的 沒有搞好你將來外銷成本 你沒有加進這些經濟體啊 人家都零關稅 你有關稅就輸人了 將來再加個碳稅 我看台灣的發展要收到 這個是我擔心的 那另外 清美日我也不反對啊 可是 美國跟中國啊 在政治上 我覺得我們要去修正 你看看 太平島 太平島呢 大概啊 0.51平方公里 51萬平方公尺 它裡面有淡水啊 我念國際法的啊 它就是一個島啊 不然為什麼取名叫太平島不叫太平礁 可是美國跟日本啊 很可惡 為了對抗中國 為了在南海啊 阻擋中國 它叫菲律賓啊 去跟中國對抗 去爭這個島的主權 結果國際法庭啊 竟然判太平島是礁 這對我們台灣的 應用很大 你知道嗎 白色的圈圈啊 就是12海裡 紅色的圈圈就是200海裡的進去海域 這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的貴民可以來這裡捏魚子 沒有問題 你現在把它變成礁 以後啊 只能在這個白色的圈圈裡面 捕魚啦 再來最重要的 為什麼大家 都要爭這裡的主權 兩個東西 一個是 戰略地位 政治上的 一個是什麼 漁權 漁權還小 最重要的不是 太平島周遭底下的什麼 已經確定有石油啦 美國跟日本 這兩個混蛋國家 出賣台灣 我們台灣政府 能夠不表示意見嗎 陳水扁總統 登島一宣誌主權 馬總統也有啊 可是蔡總統在這方面 就相形示弱 在美國跟日本的壓力之下 總統說他很辛苦啦 我想不只不支持啊 這個一力一休的爭議啊 他難過 國際政治上被美國跟日本 吃虧虧啊 他也很難過 可是我們台灣人民啊 要站出來挺我們國家 挺我們的總統 有什麼 有什麼 比主權更重要的 假如這個東西 阿改啊 自由開發成功以後 台灣不得了 產油國的 再來 釣魚台 如果以來 就我們台灣人的啦 那是日本人的 日本人也把我們 麵拗啊 我們的肥皿 直接抓魚啊 把我們取離 不就把我們抓起來 絕對呢 要開錢放人 這長期啊 日本對台灣是不友善的 馬總統啊 政內還 跟他們啊 中日漁業談判協定啊 還談到了 擴大釣魚台的一些 釣魚的範圍 這還算是進步了 最近還要看 釣魚島也一樣 林治長 釣魚台 下面啊 也是確定有自由 所以這個地方的主權啊 我們絕對不能讓 這都是台灣的啊 從歷史的眼鏡 這是台灣的啊 可是日本啊 就說他的啊 他竟然把我們的太平島 國際法庭的 停長的日本人啊 可惡的日本人啊 我們親日本有用嗎 親美國有用嗎 台灣人還看不清楚嗎 假如釣魚台 太平島將來啊 石油開發成功 你現在想想想 台灣的龍井 產油果 我們跟蘇里阿拉伯一樣 跟杜拜一樣 對不對 更可惡的日本人 蔥枝鳥礁在這裡 蔥枝鳥礁也不過9.44平方公尺啊 我們的太平島是他的50萬倍耶 他這個說是 蔥枝鳥 要主張 主權 要主張經濟海運 他也是沒有我們的 秘民去那裡抓魚啊 這是公海啊 他本人主張他們的蔥枝鳥礁 9.44平方公尺就是島 他們今年把我們的太平島 直島為教 這對台灣的上海多大 不管我們兩國國民的情感如何 日本政府對台灣政府 是非常可惡的 不公平的 不只要跟我們對日本這麼好 對美國這麼好 對不對 所以啊 另外的 剛剛提到的 南向TPP 非核 還有我們親美日 來抗中這個路線 我覺得都有問題 這個不修正啊 我覺得對蔡總統 要競選連任 會有很大的問題 四年後啊 就可以看出結果 這些政策啊 都不會推動成功 也因為不會推動成功啊 會造成台灣重大的損失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建議任市長 把我們的蔡總統歡迎 該修正的就該修正 你看看川普 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先 他的亞太平衡政策 他很清楚啊 要美國 要日本 付保護費啊 相對的 跟我們台灣要軍購 要花更多的錢 使用者付費啊 我希望 我希望我們的蔡總統 一切要以台灣的利益為優先 跟日本 美國 中國 要保持等距離 誰對我們好 我們就跟他好 我們現在有這個本籍呢 美國連來日本 對中國 因為他怕 中國最大嘛 會取代他在 全世界當老大的 立場 那他就應該對台灣更好一點才對啊 怎麼會跟每日聯合起來修理台灣呢 真的 很厲害 對不對 從這個角度看 我希望啊 蔡總統能夠啊 調整一下 國家的政治 經濟的政策 才能夠台灣 獲得最大的利益 這樣如果做好 四年後啊 連任就比較簡單啦 余雄是利用這個機會 來 希望市長 可以跟中央建議 好 那麼接下來啊 我們就來談一談 我們基隆啊 自己的經濟發展的方向 市長 能不能請你簡短的說明一下 那麼 你對基隆未來的產業發展 你有沒有什麼一個方向 你未來 想要怎麼去推動 能夠真正的 讓市民感到 經濟成長 就業增加 好不好 你正常請下說明 好 非常謝謝藍議員的指教 我想 這個 治理一個 城市 其實跟 治理一個國家跟自己一個城市 雖然規模不太一樣 不過我想 道理也是像 異局統統 那個 藍議員剛剛說 關心到基隆的經濟發展 其實我在 一上任之初 到現在 其實 我們大概都是 照著整個的 一個 藍圖在 進行 也就是說 當我們 要 去尋找出 解決 基隆 產業 經濟 就業的問題的時候 單單從 基隆這個城市 就是 去出發 其實不一定能夠 找得到 答案 我們必須把基隆 放到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框架 也就是我一直在講 對不起 也就是我一直在講 所謂的一個大台北首都生活圈的 這樣子一個大的一個框架裡面 來看 基隆這個城市 就是它的一個 這個都市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定位 那 談台灣的發展也是一樣 就是說 單單從台灣的角度出發 也不一定能夠完全去看清楚 或者說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你必須把它放到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區域經濟 或者全球經濟的一個框架下 來這個回過頭去定位 台灣未來的一個整體國家的一個發展 的一個方向 那所以 我們在整個翻轉基隆的一個 產業經濟的一個策略上 其實我一開始就講 跟中央的一個連結 跟大台北首都生活圈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 其他周邊城市的一個合作 第三個 跟我們基隆在地的這些 機關單位 跟大的這些企業 包括港務公司 這個 這個包括國防部 包括說這個 漁業屬水之所 海大等等的一個合作 我想這個大概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框架 那在過去這一兩年來 我們大概盤整了 這個整個基隆的一個架構 所以我一直提出來 就是說 所謂一個核心兩個翅膀 然後基隆核骨狼帶 這個大概是 就是未來整個都市發展的一個架構 那從一個核心來講 也就是整個市中心區的一個這個 這個再造 這個是一個最 我覺得是一個最關鍵 也是最這個立即 而且最基本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一兩年的期間呢 試圖的也努力的 那也有一些成果 這個去引入重大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投資跟計畫 首先就是在我們的成績轉運站的部分 我想這個成績轉運站的一個變革 或者成績轉運站的一個興建 我想這也是一直一路延續下來 也就是從這個新的火車站 這個一路延續下來 那現在規劃設計已經快完成 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初的時候 能夠進行工程的一個發爆 那這個在這個後年初 後年初的時候呢 成績轉運站能夠完成 那另外是火車站周邊的地區的一個整建 跟改善 那這個火車站的南口的部分 是在明年中會完成 現在規劃設計也快做完了 那另外是當這兩個部分 還有中山一路的拓寬 中山一二路的拓寬 如果能夠順利在這個明年底 後年初完成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進行中一路的一個貫穿 跟這個直接連接到中山一二路 這大概是火車站周邊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是在我們的西岸 就是西四、西五、西六號碼頭 在市政的總報告裡面也有特別提到 我們已經跟港工公司有達成一個共識 要在這個地方 興建所謂的會展跟旅運的智慧大樓 那這個也跟我們整個火車站周邊地區的 所謂的都更這個案子也會有一些關聯性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因為都更案其實過去推不動的原因很多 但是其中有一點 其中有一點就是雖然大家提了很多的意見跟想法 但是到底確切是什麼樣的產業要進駐到這個地方來 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而這也是造成說 投資者他在評估的時候他會卻步 那過去也放了很多的容積給這個所謂的可能的投資者 但是並沒有辦法把這個整個的一個都更案向前來推動 那現在我們所掌握的一個資訊跟了解 這樣子一個產業的定位呢 其實中央也是非常的支持 也就是我一直在講 我們要跟南港來做分工 就是現在的展覽場是在南港 但是展覽場可能過幾年之後它就會飽和 我們國家的在北部地區的一個會議的場所 基本上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也是跟經濟部做了一些討論 那我們基隆的港邊的周邊的地區 是非常適合來推動所謂的會議的一個產業 以會議為主 所以現在大概是定位就是說 應該是一個三千五百人到四千人左右的 一個會展的一個中心 那是以會議為主不是以展覽為主 我想這必須要說明 謝謝 那這個是在西岸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西二、西三碼頭的倉庫 因為南議員之前都非常的關心 我在這邊做一個補充 它不是... 沒關係這個不要補充 我再給你一分鐘 因為我有一些問題要請教 那在東岸的部分我想就是 威海營區海軍的一個遷移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多功能的遊人轉移中心 那也會有大家一直關心所謂的商業 或者說這個免稅商店等等的一個機能 甚至包括這個新的一個飯店都可能會進駐 那另外這個就是整個核心的部分 那兩億的話其實就是整個觀光的一個狼帶 我想我就不贅述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觀點 關鍵一定要提的 就是說基隆河谷狼帶 這個是過去談但是一直沒有推動 那可是對於基隆市來講 這個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也就是包括北無篤跟這個汐止 這個地方的一個聯合發展 跟新北市的一個合作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接下來會有 已經案子已經在行政院已經成立了 那接下來會有國發會來協助兩個城市 來一起推動這一部分的一個計劃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我就簡短跟南議員 我想市長的用心我看得到 那你的思維跟方向 我也覺得跟過去的前市長有很大的不同 我相信給你四年我們會看到基隆的改變 好那我我有兩個方向要提醒 其實我今天啊 主要是關心基隆的發展 那這個發展啊 當然要跟中央結合 中央的政策會影響到地方 那我就是想透過這個機會給你建議 也希望透過跟你的建議跟中央建議 好不好我今天的主軸是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本市啊 產業經濟的發展我這邊有幾個具體的方案 第一個我要請市長啊 跟中央建議一下 拜託一下不要放棄啊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推動 這對基隆很重要 那基隆沒有產業 沒有土地 那過去推這個東西啊 一開始並沒有包括基隆港 在我們的市政府議會啊 共同的爭取之下 才把基隆港納入 那是基隆一個推動什麼 創新產業的機會啊 對不對 基隆哪有什麼 基隆啊 談產業發展我關心的是什麼 什麼樣的產業進來 能夠增加我們的就業機會 什麼樣的產業啊 進來能夠讓我們增加稅收 什麼樣的產業進來啊 能夠啊 帶動基隆的經濟發展 這才是 市長你要去輸購的啊 那我第一個建議啊 經濟示範區不能放棄 請蔡總統啊 一定要 繼續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因為這頂著就是加入TPP RECPA 前置作業嘛 要不要你加入這些經濟組織 你還是要邁向零關稅啊 我們這就是你 特區的概念啊 零關稅啊 把人流物流集中啊 那主要是透過這個特區的專法 來加速地方政府去活化土地 中央政府啊 政策的來幫忙 你可以 土地變更啊 閒置的土地去進行變更啊 尤其我們基隆港啊 港幅用地可以四周 去推動經濟發展啊 對不對 在這個特區裡面啊 程序簡化 然後讓你可以啊 把傳統產業啊 創新 對不對 土地取得成本簡單 成本降價 減稅 所以 所有的問題 由政府來幫你處理好 那 目的就是 希望廠商來擴大投資嘛 傳統產業可以擴大投資 對不對 市政府 你也可以去創新產業啊 所以說 目前這個東西 沒什麼可能是因為 這個專法在立法院還沒通過 所以我希望市長跟中央建議 也跟你們的黨團建議 趕快讓這個專法通過 你台灣是個貿易島 你要有競爭力啊 你就是要自由化 要全球化 當你跟TPP RECP 接過以後啊 你就是要零關稅啊 你就要排除很多的貿易障礙啊 這是WTO的情形啊 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啊 不可以放棄 拜託你跟蔡總統說一下 不然基隆喔 很難發展 那麼另外 再來談談 火車站C2C3這個都根計畫 好不容易又回到基隆市政府來 過去 我很關心的 過去說不成很多原因嘛 中山一直拓換的拆遷的問題 整個計畫 要把鐵公路運送包進去 還要有商業設施 還有住宅等等 沒有人要來投資 最主要是機機壞嘛 那麼現在市長你很幸運的啦 這個計畫回來 火車站C2C3 這塊 我們先說 旱的車路這塊 我有一個具體的建議啦 我們先講一下 東岸這邊好了 東武軍港這個部分啊 我非常肯定市長的努力 讓這個重大建設可以延續 這講很久啊 那你延續 你有一個進展 得到蔡總統的肯定 東港確定遷移 未來啊 就是 往爭取什麼 亞洲的游輪母港 這我告訴你 香港啟德機場的現況 最新的啦 營運啊 它可以同時停兩架 14萬噸級的郵輪 跟我們的東岸啊 對不對 中央啊 就必須啊 投資基隆 蓋一個這樣的 國際郵輪碼頭 給人 的煥然一心啊 所以我建議 有機會到香港啟德機場去參觀一下 它是最新的 東港 它本來就有一個 郵輪碼頭啊 在九龍港啊 很小啊 可是 當國際郵輪 發展到亞洲的時候 人家就有遠見了 去蓋一個 更好的 這個裡面啊 就是一個 人流物流金流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 經濟特區的概念 裡面有免稅商店啊 我建議市長去考察一下 未來你才能夠啊 跟中央啊 現在只是軍港遷移 確定了 這個計劃你可以同步 趕快提出來 這個地方 就是發展成這個樣子 很像我們東吳啊 對不對 長榮在這裡 東吳軍港在這裡 未來 東二這樣拉過來 蓋一個這樣的面積 我大概喔 有分析過啦 面積 我們不會輸 所以我們有本事啊 蓋一個這麼大的 最先進的國際郵輪 這是第一個建議 好第二個 針對火車站C2C3啊 這就是骨灰茶頭 這就是C2C3碼頭 那麼我們現在 因為C2C3已經確定保留啦 未來這個地方啊 是一個檢疫型的什麼 旅客中心啦 這拉平喔 絕對沒有辦法達到這種效果吧 那我們現在火車站C2C3 這也存在C2C3 後面那個停車點 那個土地 我們可以讀庚 再來就是 救火車站 往C2C3這邊拉這一整排 到後面這個體喔 這個面積 所以 都阿祝有說嘛 因為C2C3保留了 已經少了 你公順多啦 沒關係 我覺得還是夠 我給你兩個句點的方向 過期賣賞喔 就是什麼 都跟程序喔 去找找 廠商喔 萬而卻步 那現在我建議 你趕快由市政府啊 這個就有點類似啊 經濟示範區的概念啊 由政府 把土地準備好 把程序淺化 你只要願意來投資 我保證一個月 你工資可以成立 可以取取用 這樣我們才敢來投資 那這兩塊 我建議 推兩個BO案就好了 我們現在要發電 郵輪觀光 基隆最欠的是什麼 房間 購物中心嘛 阿不然還有很多人來 他也賣到基隆消費了 為什麼他要去台北 人家有101 我建議了 我建議 我們出國 我們也是 會去人 會 留在的地方 走走走走走走 去那才有 人家消費了 所以我建議 林口三井 日本的 非常成功 市長你應該可以去看過 他這個 這個BOT案啊 差不多四十元 美麗華 這也BOT案 百貨 他還有一個摩天人 這也四十元 福隆飯店 這是二十三元而已 對台灣的很多中小企業的老闆來講 五十億年的投資 不會有太大的資金壓力 我們以前的 100億 15億 真的很困難 那這兩個 我希望你趕快就直接去都更了 我們把地幕變更好 設定好 譬如說 古火車流這塊 你就把它 定位成百貨公司嘛 7273後面這個 我們就定位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其實 你可以透過農機率 最好是 一樓到十六百歲 樓上飯店 這樣是最好的 那這不就是基隆門面的改變嗎 這不是基隆最好的產業嗎 一間百貨公司 這我很專業 想做一千元元工 包圍公司所有的消費都要開發票 這就是最大的稅收來源 我們用VOT 我只提供土地 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五十年後 整個業務我們市政府的 我們是最大的贏家 再來 營運期間我們租金照收 對不對 業績照收 這就是我們進步方向 市長 你存兩年還要改選 當你的郵輪中心蓋起來以後 基隆如果沒有一個像樣的購物中心 沒有一個五星級飯店 人不會留在基隆 錢不會留在基隆 所以你現在要同步去規劃這關產業才對 好不 以上是本社 對這個C2C3 我很關心的 過去 市政府 沒有向他推動成功 環境很多 困難也很多 我們說正經的 但是你現在不一樣 你有夠好運 所有的障礙都排除了 過去我就有跟中指定說 你價位要分開嘛 人家不太好來投資 我就今天要做百歲 我要怎麼 你百歲 停車庭 對不對 你在傳運中心 還有建商的區 你把他爛爛做會 我就不幸了 但是你分開 你如果這塊是要做百歲 我就敢來投資 你要做飯店 我相信很多人敢來投資 這方向也出來 我希望 給你一個具體的建議 我是希望市場 你能夠做出 讓基隆 大的改變 做得好 我也 林童你繼續年齡 因為你年輕 他沒說你組織不錯 另外 還有一件事 我們就來講市政大樓 市政大樓也說很多 你知道嗎 但是市長 我要 給你一個建議 你 本位同仁 在這個質詢 你確定要把這個 市政大樓 規劃在公車修理處 我不反對 這是你的行政權 但是這個東西 你預算規劃會 因為議會還沒討論 也還沒通過 所以 你開記者會 犯了兩個錯 第一個 你應該是在議員 質詢的時候 充分的來說明才對 結果 你又開了 你又自己開了一個記者會 你批評到前市長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做法 希望你改進 你要謙虛 一個城市的進步 一個國家的進步 一個國家的進步 政策絕對是延續的 不可能說 跳空 每人都做得不好 李靖雄也做得不好 康十里也做得不好 張通龍也做得不好 今天立地六張做得好 不可能 重大政策是需要延續的 好不好 我接下來就跟你討論這個 這個市政大樓的一個方向 基本上我的看法 我認為公車處這一塊 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它就是地主市中心 你應該把它 做商業外交 這個地方 你也是要來過做 飯店 百萬公司 因為基隆最少 剛好要跟我們東武軍港 未來 未來 東武軍港遷移之後 如果打造成郵輪中心之後 基隆一本身沒有一個 購物中心要來什麼 這是最快的 你現在趕快去規劃還來得及 用BOT喔 對不對 我們不用去花錢去 接下來 你如果去飯店 結合百萬公司 你看看有多少就業機會 有多少稅收 然後啊 每年啊 第二也是要跟我們做耶 營業要再給我們 挑 這是最好的政策 那麼我認為 最好的市政大樓是在哪裡 張市長 許市長任內 都市長原子重建 原子重建 是最沒有爭議的 不然 七度也想要政府去七度 對嗎 市中心 大家最沒有爭議 但是 我比較有眼見 市長你注意而已喔 我過去一直支持 因為張市長 他沒有太好 他就想說 原子重建就好了 我旁邊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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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建民隊重建就好了 如果 這麼好的土地 只做市政大樓 又有市政府 發幾十億啊 我認為這個是錯誤的政策 浪費 我們怎麼活化這個 市有土地 我覺得最好的這個 市政大樓的結構就是 市政府 文化中心 東岸廣場 這三個都市政府 土地都黏住了 再給他 去雙子星大樓 街人的問名 街人的地標就出來 很可惜 東岸廳車廠 我們把它擋下來了 本來張通榮市長是要 親 委外九年的喔 OT九年的喔 我們把他抖掉給他兩年而已 就是希望 給這一屆的市長 馬上去推改建 結果你也 我改建了 你也怎麼加 VOT也好 ROT OT也好 這很可惜 所以我要勉勞 這個時候 不一樣 去規劃市政大樓 市政大樓 最好的方向 就是 我躲後一階才來撒 你現在要跪也要跪 後一階 不是你這階 因為你這個OT這樣五年啦 所以市政大樓 我建議 你不要放在 舊車廠這一塊 這塊你 把它規劃成商場 對基隆最有益 那麼市政大樓 第一個我們不擠 第二個景氣這麼差 我們財政自治 九十幾年 你也要去想辦法 這個時候再來舉債 來蓋市政大樓 我覺得時間點 機會點 都不是最重要 倒是 東岸 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的問題 四年後就三十年了 四年後就三十年了 你去也要去幾年了 我的建議啊 都是有法理的 以前 張市長 他不要接收 他說 文化中心還沒三十年 不行 這如果撞到這麼大量 市庫的台價還四 那個時候 市長的幕僚是這樣 我聽一下 要倒閉 所以擁人很重要 都要做 都要做 對不對 你要讓基隆國際化 市長 最好我給你建議 裡面有那種 遠見 把基隆塑造成 一個什麼 國際級的觀光程式 這就是我們產業發展的方向 國際級的觀光程式 未來國際游輪中心 確定在基隆 蓋起來以後 如果配合火車站C273 還有市工車這一塊 還有我們新的市政中心 將來蓋起來以後 也是一樣 一到十的都是什麼 賣場 五星級飯店 我們的市長的 辦公車 都在20樓以上 你看看 基隆的願景就出來了 基隆才有資格 成為一個什麼 國際級的觀光程式 以上是我 三隊 這個 基隆市的 產業發展的方向 和市長的建議 希望市長參考 那麼也希望有一些建議 因為中央跟地方 是緊密的 你說中央如果沒有基隆 你基隆你多好想也沒好 但中央的政策也牽動基隆 對不對 有今天是一個國際港 我們不但 這個基隆黨內科外貨成功 我提醒市長 我們基隆市對台灣公園很大 為什麼 我們基隆黨的稅收啊 遠遠超過 量是高雄比較多啊 但稅收 我們基隆港市 台灣五港台 稅收最多的 我們一年啊 這部份啊 九百幾億 甚至上千億 高雄的量比我們更大 但是 他在國家各國的公園 沒有我們基隆 所以我們基隆 有條件 像中央啊 爭取更多的資源 最後 市長 你剛剛提的非常好 基隆的發展 國家的發展 不能只局限在台灣 基隆的發展 也不能只局限在台灣 基隆的發展 我們必須跟台北結合 那麼台灣就必須跟世界接軌 對不對 你也有這個觀念很好啊 那我希望我們一起來努力 接下來喔 那我也希望提醒市長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基隆台北的合併 我再次的給你建議 你這麼年輕當市長 如果你沒有這個思維 基隆啊 進步會很慢 當基隆跟台北結合以後 國家競爭力大大提升 對台北市來講不得了 為什麼 他有松山機場 他有一個基隆港 國際有的母港 我們基隆市政府喔 要去撐起這個 國際有的母港 要撐起啊 整個產業鏈很困難 不是我們能力不好 而是我們的 法源先做了 我們發展的 空間嘛 運算不夠 我們很多東西啊 土地的 開發利用 都需要中央支持 當基隆變成台北的一個區域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特區啊 我們可以維持什麼 我們的議會制度 甚至市長執選 像日本的八王城市 你應該往這方面去思考 來建議中央說法 來帶動基隆 未來真正的大改變 好不好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南敏黃 南議員 一個小時的市政總質詢 現在時間到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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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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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